以后我们再讲需求的时候 还会更详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UML 那么在这块大家要注意 就是 我们需求阶段是用力驱动的 设计阶段是类驱动的 什么叫用力驱动 就是我们需求阶段 你看我画的这些大图 都是基于我们的用力图来画的 你明白了 好 接着我们需求阶段 那我们看 它我们刚刚是个WAR的文档 它我们有UML 但是有了UML不够 我们说需求阶段还有一个产物 什么样的产物 圆形对不对 那我们就去找圆形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 我们在做圆形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按说我们圆形应该用到一些圆形工具来进行设计 用到一些圆形工具 比方说像我们XS这样的圆形BS结构的圆形工具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写的BS结构 你就用X 如果是WINFORM结构 你就用VITUAL 看我们在上路透过导航 放一个Text 放一个Table在下面 再放一个按钮 这就是我们 你看 发一个界面 多方便 你说左边还有一块呢 你刚刚左边还有一块导航啊 那我在左边再放一个吧 把GOOP一下 工具好久没用了 好 这就是左边的这样一个导航 你看 我们很快就发布了 发布完了过后就可以生成圆形 很方便的 而且这还有个站点地图结构 你看 是不是就形成了 对吧 是不是蛮方便的 但我 我没花什么时间 好 那么你说 有没有一个工具 可以通吃我们的BS和CS呢 有啊 比方说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Mockups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在需求阶段 我们都是在需求阶段 由我们的需求人员 做好这样的一个原型 主要是把布局和这个按钮之间的这种跳转 窗体之间跳转逻辑感 自己理清楚 那么 在设计阶段 一方面我们的程序员去设计 我们的东西UML 另外一方面交给美工 让他去给我们美化实现出这个真正的设计素材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通吃的啊 而且还可以画iPhone 这个比较适合我们 我们在手机上做的时候 加上一个输入框 加一个按钮 再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蛮适合我们的 Color Picker 颜色 我还可以加上什么呢 加一个Scoop吧 还可以放什么呢 我甚至还可以放一个这种开关按钮 我甚至还可以放上什么呢 放上我们的菜单 我甚至还可以放一个Alet Box 对话方 看到没有 这样的原型画出来是很有意思的 以后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界面这样子来给他理清楚 好 这里我不做过多演示 这个软件 这个工具 大家自己下来研究 自己下来研究 那么 我们这个阶段就比较好 为什么呢 一开始美工就介入支持了 所以一开始他就给了我们这个界面 大家看 这样一开始界面就到位了 那是不是更好啊 所以这就更好了啊 而且他还做两套方案 好 基于这样子 我们的需求阶段 是不是就讲完了 需求的产物 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说一下分析和设计 那么在分析和设计这个阶段 我们说了 我们要显示 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我们的 像我们的干药设计啊 详细设计啊 这些内容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在设计的时候 它和我们需求 其实不是严格一一对应的 在模块上的 因为设计 我们会抽象很多 我们用来管理的这些 类裤啊 对不对 我们还有分层 还有什么VMVC结构啊 还有三层架构啊 还有用到其他23种经典的设计模式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设计阶段做的工作 这个需求和像这些阶段 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讲解 设计 design design 那么 这一块 我们看这个吧 这是其中的一个功能设计 提醒 提醒的这个功能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看这是一张类图 我们说设计是类图为导向 这就是接口 这是类对接口的一个实现 类对接口的一些实现 这仅仅仅是其中一个 这叫什么 详细设计 详细设计 那么 你还会有概要设计 概要设计我找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搞丢 搞丢了 嗯 这也是一个详细设计 你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详细设计 应该有个干要设计的 哦 搞丢了 这样子 概要设计文档 我暂时找不到了 但是我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 我可以通过圆满的方式 给大家看一下 通过圆满的方式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 这个文档 奇怪了 有些文档太久了 我都有点搞不清 Visual Studio 这是Donet写的 当时是2005还是2008写的 可以用2010一样转过来 OK 打开了 你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程的 类库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项目 是web portal 就是网络页面 对吧 这个就是网站项目 spx的网站项目 这个是什么 BL这层 就是我们三层架构 其中的业务逻辑层 那这个就是表现层 这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又分了四块 包括日志 包括业务逻辑层的接口定义 包括业务层 逻辑层的模型定义 这个是我们又是不是又想到mvc的方式了 你看 所以 以后我们做架构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大的架构框架 其实也分横向和纵向 纵向 纵向箭头应该是从下往上 这是三层结构 这是我们比较经典的 这是mvc 谢谢大家下来 就要好好学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的common 通用组件 这是我们的数据访问层 这是当时我们做的这些 凡是跟数据操作有关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访问层 随便找一个adapt看一下 就数据集和数据的 这个是不是像我们 那个android的一样 是什么 数据集和数据的adapt之间的这个绑定 对吧 这些里面没有具体的业务 都是定义我们数据集的操作的 增判改查呀 这些这些对象 你看我们的命名 一定要规范啊 别看这些这些长 长一点没关系 大家就记住 对象长一点没关系 因为他最后是经过编译 就经过编译了的 并不是说你这儿 命名名字长一点 你以后的程序执行就慢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啊 最后是二印制 等一下 机器好像又有点无响应了 这是日之记录 这是提醒 这是提醒服务 这个服务是个Windows服务 是个Windows服务 这是VSTO 就是操作Office这块 在网页上面去操作Office这块 记录读取 那我们通过这个 可以大概的看出这个项目的 一个总体架构 是标准的三层结构的一个扩展 对不对 好 那么至于这里面的具体的 我就没什么好去看的了 你看各种各样的manager 各种各样的log 各种各样的接口的定义 看到没有 都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在代码注视上 我的一个要求 当时对他们 这样子的代码写出来 别人看着才会舒服嘛 你哪个函数是用来干嘛的 对不对 这样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生成Document 也可以自动生成Document 当然我们Java里头那一套 就像我们JavaDoc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在商业项目里头 一定要按照规范来写 你想 你看到这样一套代码和 咱们以前的那些代码 很显然你就知道 哪一块看着舒服 对不对 这个是代码的实现 代码的实现 好 我们就看到这里 那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设计 就我们设计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们的设计是什么样子 我另外拿一个项目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UML的概要设计 我找不到了 只给大家找到详细设计 我另外给大家看一个项目 比方说我们 安卓上面有一个 语音识别的一个小项目 这也是一个演示项目 也是一个案例项目 这每一个都是 这些命名的 每一个都是什么 都是详细设计 这个是概要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概要设计图 是用star email做的 这也是领着一个小团队 去做的这样一个demo项目 这个项目就一周 你看 这是定义包 定义它的package 看到没有 定义package 这包就是项目 这是它里面的具体实现 这是包里面的 类与类之间的 关系的具体实现 比方说operation这一块 这个包里面也有 比方说这个是 语音引擎这一块 看到没有 我要求大家画类图 到时候也要能画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 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类图驱动的 大家想象一下 你现在所在的公司 有没有这样子来做 如果没有这样来做 你具备了这个能力 你在你们公司 是不是可以去管理别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以前我带过的学生 都很抢手呢 因为规范和模式 做得非常好 你看各个包 我们都把它都会做这样的一些定义 就这样子就会非常清晰 好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设计 好 至此我们分析和设计 我们的产物我们也知道了 长什么样 我们也知道了 你说Sandy 我还不会呀 没关系 我们后面有专门的话题 跟大家讲需求分析和设计 当然设计不会讲太多 因为设计 真的你指望 我给你讲一堂课 就走上架构设计师之路了 对不对 所以我更多的 会把精力集中在需求上面 而且需求和设计也好 我主要都是跟大家去讲什么 都去讲一堆苗的这样的一个贯穿使用的使用 实现 那么我们在实现阶段 那当然就代码了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代码 不要忘了我们实现的时候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日志 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 测试里头是不是会有我们的bug list 我们来看一下bug list长什么样 我们当时也穷 也买不起工具 所以我们又懒得去搭一个bugzilla 虽然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也用了excel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个文件了 其实 你看bug都是从33开始编号 这是n多文件中的启动一个 什么时候先测的bug现象是谁 出现的模块是谁 测试者是谁 优先级别 分配给的编码者是谁 bug出现的原因 后面就是我们的编码者来做的了 就是我们编码者来填的 然后bug他的修改对策 就他改把哪个地方把它搞定 你看 比方这个bug分给杨红了之后 他就会干嘛 他就会每天去check他 哪些bug分给他了 就是他一看 我有这么多个bug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 是不是来选择 是不是来选择 他就发现 是没设置输入框的最大输入值 所以他的代码里头 把这个给加上就可以了 然后再有我们的成员 你看他再还要进行一个回归测试 回归测试完了过后 他把这个状态认为OK了 给改为已解决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改自己的bug 他分造别人的 然后自己bug解决了 把别人的又改错了 造成别人的bug 有 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这种情况比较严重 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 一旦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们 就所以我们的 我们说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中 是可追溯的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bug 你不 比方说 我发现一个bug 分给曾兵 那么曾兵最后追溯 发现是哪块代码出问题了 然后你找到这块代码 结果是杨红写的代码 对吧 你就会把你的bug解决 放在写的这个地方 然后 写到这个地方了过后 经过leader的认证 说确实是这个问题 这个bug会再重新分给他 就是 你的这个bug就已经解决了 就是会 特是把你的这个bug 会改成一解决 就是 你相当于就是 平白无故 就是搞定了一个bug 这也算是工作量 因为你要去分析 对不对 但是 杨红 又要重新给他 把这个bug给他分回去 而且这种情况下 还会给他绩效考核里头 记彼 这个公司 因为这种情况下 是一般情况下 是不允许的 一般情况下 是不允许的 好 这个表就简单给他看一下 那么最后 我们肯定在整个过程中 要有测试用力 对不对 我们测试人员肯定是 在测试的过程中 是不是要有测试用力啊 事也有 学重新给 業務 谢谢观看